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最新更新的海外拆分板1080几代案件 能听见气笛声的旧书店3 细心的朋友应该能发现 我跳过了2,因为剧情不差不多 这天,光燕终于明白了一切 于是他召集来了众人,准备开始解谜 故事要从一次就餐说起 那天,光燕和专探队的四小只,莱舒卡吃意大利面 却被人吃掉了自己套餐里的那份布丁 而犯人竟然就是在场的七人中的一个 这还用推理吗 偷吃光燕的布丁 除了柯南,还有谁这么丧心病狂 众所周知,柯南的大电影票房 曾在引以为傲的本土被大侦探皮卡丘消灭一周 其中光燕的声優功不可没 我相信柯南不能原谅他 然而柯南仍要挣扎 于是光燕开始了推理 重点在于众人的作为顺序 而从位置来看 有机会下手的人只有袁泰和柯南 柯南仍要挣扎 你倒是拿出证据啊 光燕表示,犯人非常狡猾 是特地在自己被蒸汽火车吸引注意时 刺激作案的 诶,竟然是袁泰? 我不相信,一定是柯南嫁祸的 袁泰果然挣扎 你看我像做这种事的人吗? 然而光燕拿出了证据 原来,袁泰在偷吃时 用胳膊不小心沾到了 拼,不小心轴到了光燕的意大利面 上面还存着些许的酱料 和流连了几片的面香 袁泰双腿一软 承认了罪行 对不起,我当时点的满鱼套餐 里面竟然不带布丁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你的套餐里却出现了布丁 我不能原谅你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诶,哦,还没完 柯南感动地看向光燕老弟 表示这起案子 如果换成它 是绝对不吸得茶的 拼,是绝对戒不开的 破案了,这不是光燕在做梦 就是柯南已经超秘密 嫁祸成功 案子结束 画面回到了现实 原来光燕老弟没有做梦 刚刚的一切 其实是他写的小说的内容 这比做梦还要扎心啊 原态表示他很不开心 原来,针战队的吴小芝 先天来到了一栋大宅子里 和一位年轻的小说家 学习写小说 小说家名叫眼镜哥 作为指导老师 他对光燕的小说 予以崇高的肯定 剧情充实 节奏明快 动机合力 平时的描写颇有水平 熟练的笔法 彰显经历 桌子一个小学生 姑且撑起 若在柯南的动画组 堪称炫静 听言 不免也不服气的 拿出了自己的作品 住嘴 你以为洗一下稿 我就看不出来是剧本 眼镜哥表示 你敢读我都不敢听 见状 会员也藏起了自己的小黄纹 呸 同人纹 这让柯南很好奇 眼看大家都在认真构思 柯南却毫无头绪 一千多集的素材 若是提不起笔 看来只能现拍 一同来学习的 还有书咖店的老板娘 小美美之子 只见她似乎也没有灵感 正在疯狂挠头 美之子告诉柯南 她都有点极度侦探队了 明明比她来得晚 却已经进步飞然 寥寥几笔 就能勾勒命案 一天十天不嫌高产 所以说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阅历的重要性出现了 美之子表示 即使她一直很喜欢看书 最近在书咖看多了 突然就想自己试试 所以就报了这个小说补习班 你报错了 应该报少年侦探团 这时一个大爷回来了 后面还跟着个仆人 只见她面目严肃 一回来就指责眼镜哥 怎么还没写出能热卖的小说 原来大爷便是宅子的主人 名叫野书 他是一位藏书家 同时也是眼镜哥的赞助者 此刻他正在审阅元太的小说 这让他气急败坏 有种宅子都沾染了点没文化的感觉 野书表示 他不能允许众人在他这糊弄 于是愤怒的带众人来到了他的藏书树 一战是真正的小说 野书的藏书是非常精致 身在地下却保持着合适的温室 毕竟上次有个人因为酒窖的温度没调后 就被杀死了 尸体至今没少着 元太蠢蠢欲动 尝试上手 野书立刻提醒 那本书价值600万日元 原来这些堂书全都价值不菲 很快野书跳了几本发给了众人 但美之子小心翼翼 怕读不起 于是野书表示 没关系 这几本都比较便宜 也就100多万日元 和5万多人民币 这把光焰吓坏了 那我们弄脏了怎么办 这是什么新的讹人道法吗 但也说解释 书就是给人看的 弄脏点没关系 别啰嗦了 赶紧给老子看 不看完 不回去出去 要不是面对的是侦探队 奇怪的动机又要增加了 他情人逼我看书 我不能原谅他 于是 严禁阁先行告退 留下众人和老爷子 静静看起了书 许久 元太终于看完了一本 一年的学习量 让他有点撑 然而刚放回书架 又遭了野书的训斥 因为元太上下放反了 也放错了位置 元太被吓得赶紧纠正 感觉元太如果跟着这个老爷子 不输一年就能赶筹光艳 这时元太也有点饿了 于是野书慷慨的 让仆人亲自下书 请众人吃了一小顿 吃着吃着 柯南发现 每只子的手指似乎受了伤 原来他在刚刚被书割了一下 这时野书忽然宣布 下午还要继续看书 行万里路 不如先看万卷书 眼镜哥小做足指 表示说出来 您可能不信 这些孩子下午要上学 结果野书突然说话难听 住嘴 一个臭小偷还想教我做事 这让眼镜哥有点尴尬 野书也信得不行 幸好这时 边境 美之子突然倒了下去 看起来十分痛苦 分散了众人的注意力 众人立刻将他送到医院 小编分和大狼叔也文讯盖来 确定了美之子已经没有答案 他们说出了个惊人的消息 美之子中毒了 与此同时 野书家里 刚目已经赶到始发的餐厅 但见证哥却没有在这 搜到任何有毒物质 于是柯南指示 不如查一下书 因为美之子被书割上过手指 见证哥特别给力 很快把书查了个遍 结果真的发现 有一本超后书 全书都是读 野书交代 这本书一直藏在藏书室 而藏书室的钥匙 只有他和仆人 一起演进歌友 听眼 观眼立刻想起 众人看的书 都是野书亲自选的 野书突然很有嫌疑 但野书表示 他选的都是小说 那本后书可是一本百科词典 他没有选过 见状 柯南若有所思 突然言语惊人 这出到了高梦老弟 宽敞的盲区 于是柯南表示 问下航家就知道了 换面一转 航家大郎书小作研究 给出了答复 这确实是八里绿 大郎书徐徐解释 原来在19世纪中后期 人们为了提炼出新鲜的绿色 会在原料里加入毒性很强的毒药 这样练就的颜料就叫八里绿 也就是说 这本书是19世纪的产品 自带历史毒性 对此野书也大吃一惊 表示也是第一次得知 如此一来 案件性质所变成了意外 然而柯南却觉得不对劲 木子看向了书架 结果发现了一条痕迹 痕迹的尽头是一本书 柯南抽出一看 发现了点滴血迹 而血迹旁的夹层 有被什么撑开的痕迹 这让柯南恍然大悟 突然明白了一线 换名一转 野书来看望美之子 并送上了几本好书 了表歉意 一看这时 柯南突然溜了进来 他询问美之子 是不是有碰过 那本沾写的德语书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他又猜出了美之子 捧书的原因 这让老柯准备开始装兵 换名一转 野书在书房 刷了眼镜哥的玻璃 一本罕线书 然而拿起之时 野书的手指 却突然被划破了 野书拿起手指 就准备新 这时柯南突然闯入阻止 不能新 野书大吃一惊 难道这本书上也有毒 柯南表示 不 但是如果你舔了伤口 就会中毒 而动手脚的人 就是眼镜哥先生 没错吧 眼镜哥仍要挣扎 于是柯南抖了抖 他的礼物 竟抖出了一个刀片 柯南解释 眼镜哥把有毒的刀片夹在书里 一让取书的人手指被割伤 从而舔手指中毒 诶 刀子都割书血了 居然还要靠舔手指 让毒从口入 而且已经都知道了 还让一转 读一下 小学生 现在他手里 只是一种 而眼镜与 没有 这种 有 这种 位置 已经 够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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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 梅之子痊愿出现 还送了志愿队一人一本书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于是包装下的作品 也让志愿队十分期待 柯南更是以为又是一本福尔摩斯出版 然而他在向Pitch 原来梅之子送出的是他在住院时所写 然后自飞出版的严谨小说 地摊批发的封面 口袋书的风格 让志愿队面露尴尬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这期说到这了 再见